同学们 我离婚了 你们说男女间 有没有纯粹的友情 没有 只有奸情 也不是那么绝对吧 你干什么 你疯了 我没有看不上你 我不是不爱你 我一直做 小菜 说出来 连朋友都做不成 原来你看不上我不是职责 而是提醒 我不爱你 所以 你也不要爱我 不老是 翔子 为了 在不上我 不老任 让你打起来 伤口 还不上我 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我都逼你先回来 你不是说 想早点回家休息吗 我在外边传了会儿步 散步干吗不让我陪你啊 晴晴 咱们谈谈吧 你饿不饿 要不要吃面啊 我去煮碗面给你吃 不用 你就坐在那儿 咱们两个 好好聊一聊 其实我早就困了 既然你已经回来了 那我就回去休息了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晚安 不好意思啊 我来拿手机 怎么猜了 差点忘了 手机这么重要的东西都能忘了 你去不着急用啊 没人找你 看看 你停车响上多热闹 没耽误事吧 还在生气呢 我跟清清的事 我以后跟你详细说 干吗关机不理人呢 看到给我回心 我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我撞玻璃门上了 看出来了 有点晕 送你去医院吧 你是不是还有事啊 你要有事你就去忙吧 我没事 我自己可以 我没事 师傅 万万快点 没事 你这个属于皮下血肿 擦点药应该 要不然还是拍个片子吧 心里躺着掉 没那么严重 头鹰吗 还好 头痛吗 有一点 但我觉得 不是里边疼是外边疼 我建议啊 还是拍个片子吧 今天下午 安州来找我了 今天头都这样了 就别聊这个话题了吧 你帮我分析分析 我现在该怎么处理 再不说出来我都快憋死了 说吧 安州的意思呢 是他要跟他的女朋友分手 选择我 那你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 我现在心里真的很乱 如果你让我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我肯定做不到 如果就那么轻易地放弃一段感情 那是不是太不珍惜了 在感情的世界里 如果每个人 都想着不付出 不妥协 想让别人来迁就自己 那最后没有几个人能得到幸福吧 这就是你用残破的脑内想不出的答案 虽然是残脑 但不是脑残 那你的心怎么说 心 如果脑子受伤了 想不清楚问题 那就用心看看 你到底爱不爱安州 是已经不爱了 还是现在还爱他 还是从来就没有爱过 还有 一定要分清楚 好感和爱的区别 好感可以说断就断 但爱 不可能说没就没 如果你觉得短短几天 就可以让你不爱一个人 那你可能误解了爱情 先把最重要的问题想清楚 相信以你的智商 其他的问题都会因而解的 欢迎你 陆飞哥 我好像更加严重了 脸上起了很多小红点 我该怎么办啊 你是不是有事啊 赶紧去忙吧 我自己可以的 片子很快就出来了 没事 我陪你织完片子 脸已经不痒了 陆飞哥 这个周末我们俩回去看姥姥吧 你怎么办啊 晴晴 我也希望老人家能够早日康复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 我老去你老家不合适 若韩姐你来了 请坐 你怎么来了 你这什么眼神啊 你不知道我要来啊 她知道啊 她跟你开玩笑呢 好笑吗 点菜了吗 点了 不好意思啊 若曼脸 昨天晚上我的脸突然过敏了 该我跟你说不好意思 我真不知道你脸过敏了 不然我早让陆飞回去陪你了 你的伤不碍事了吧 我这头小伤 皮外伤 现在都看不出来了 今天安卓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昨天晚上你收拾了 上菜了啊 多吃点东西 干吗呀 还不让人说话了 怕我新桌子 说错什么了 没有 我跟安卓分手了 我跟安卓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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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不出来了 我跟安卓分手 我跟安卓分手 都看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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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安卓分手